大型游泳设施全都拉起了黄色的封锁线 前一晚办活动的游泳池一片狼藉 大型的泳圈 座椅和垃圾 凌乱的散热楼在各处 天空场地办彩虹趴的八仙乐园 这回难辞其咎 办过这么多次 然后玉米粉 然后染色的玉米粉 大家丢来丢去 我们真的非常的吃一惊 那我想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们知识不足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听过说 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的活动是危险的 再三强调自己只是租借场地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事发当时没有广播 没人疏导 没人协助取得水源 没人协助灭火 完全没有注意到相关安全措施 是否太轻率 更让新北市第一时间勒令 发现乐园无限期停业 而受影响的还有周边店家 不管是永聚行 餐饮店 本来应该是生意最好的周末 现在全都关门 无法营业 而后续的保险理赔问题才是关键 公司的话也都有出面到八线的话 大家一起共同在协助处理 只要是我们应该要负责任的话 我想在保险金额里面的话 我们都会来负责 负责替八千乐园承保的泰安禅县 出面强调一切理赔调查已经开始启动 保险部分八千乐园替游客承保 每人最高保额500万元 单一事故理赔上限3400万 而这回活动主办方则是找上苏黎世禅县公司 每人最高300万 最高理赔金达3000万元 但这样的理赔金额能否负担 这次高达500多人受伤 183人住进家户病房 未来漫长的清创治疗复健 恐怕理赔期限跟金额还要持续拉长 记得令线夏军城台北采访不到